才五百万而已嘛 洪德利是嘟囔着 就进了之前买的一次跌停的 博元股份 这下眼睛就亮了 哇塞 这么会儿的功夫 居然又挂了五十段手 此时的博元股份 这跌停价卖家上头 赫然显示出来的这样的数字 五十二万 五十二万手 啪啦一下 顾飞直接是把洪德利手打走 抢过平板电脑 直接拉到最下头 这一看惊呆了 只是见这博元股份的股份吧里面 无数人在庆祝发帖 今天你脱坑了 点进去 里面是股民的恢复 接着出来一个超大的接盘侠 一口气 狂吃十四万手 感谢天感谢地 兄弟我已经脱坑了 祝大家好运 接下边 还是众多股民的回复 来晚一步啊 不然我也脱坑了 就算亏些 那也至少比血本无归强啊 可不是可不是 哪位好心人 这还能再来吗 可千万不要扔下我呀 我这还压着几百万拿不出来呢 我也是 好心人你在哪 贵求我 整个博元股份里面叠的 都是这样的内容 而上面挂单的用户 则是明显在呈 直线上升的趋势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又挂了好几千手 古飞飞的直觉 告诉他 又糟了 洪德利这个败家子 肯定是不会罢休啊 而事实上 也告诉他 他的直觉是正确的 飞飞 你快点把电脑还给我 洪德利是抽了抽鼻子 抢回电脑 笑嘻嘻的说道 我还打算 再收点呢 你把电脑抢走 我还怎么玩啊 这边动静 已经是惊动了导师了 金特斯好奇之下 走了过来 看了看洪德利的平板电脑 之后就问道 德利 你也抄股啊 啊 这和导师的话不能不回啊 洪德利是点头 没事 买点败家玩 这货啊 刚才就说他是败家子 可是 这导师金特斯也想知道 他到底是打算怎么败家的 那你打算买哪个股票啊 这股票买错了 可是会吃亏的 啊 我打算买这个博元股份 我看他跌的就挺惨 买着玩 一天5%呢 洪德利是抽了抽鼻子 啊 这笑嘻嘻的准备去扫货 结果却不响 这导师金特斯一听到洪德利 又买这个股份 猛的是一猎去 之后就惊讶到 你说什么 你说 你要买博元股份 对啊 怎么了 洪德利是奇怪的说道 没什么 没什么 这金特斯表面上没说啥 不过心里头泪流满面的 老天爷 大利绝对是我的幸运性啊 货在这博元股份上面 套了800多万 这下终于是要解套了嘛 不过他这一次能扫多少货啊 能不能轮到我 800多万 这对于个人来说 不是个小数字 可是对于整个这只股票来说 这只能算是沧海一宿 洪德利就算是有钱 算半价 不知道能不能轮得到他 我挂胆了 我已经挂胆了 尽可则是呼吸的 都些紧张了 千万要迈进啊 这样我就可以脱坑了呀 此时 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洪德利 到底要买多少只这只 人尽皆知的跌停股 博元股份 这是一只神奇的股票 像这样每天跌停已经持续 二多天了 就是每天5% 每天5%的 一刀一刀的隔绍 这里面的无数股民 都可谓是血本无归啊 完全是承受着千刀万挂之行 哎呀 这么一块的功夫 又多了这么多单子 洪德利看得双眼发亮 54万多手 过眼 过眼 他说是过眼 可是 却并不着急买 这一时间看得周围的同学 那好家伙 全部都是有点摸不清楚他的意思 导师金格斯更是拼了命的 擦冷汗 我的个怪怪 你赶紧收了吧 老子家业可没法跟你比 全等着靠你出坑呢 于是就这样 洪德利这边是看着平板电脑 周围围了好大一群人围观 古飞飞更是紧张的 喘气都急了 其他同学们也都是议论纷纷的 到底买不买呀 我说 这么多筹码 那什么 这不是一口吃不下吧 就是这样 再等会下课休息了 要买可得赶紧呢 大力 这股票确实不大好 不行你换一个呗 就算你要败家 也败得有点悬念嘛 这股票就是每天跌停 多无聊啊 孔德利是老神在带的 大家别着急 反正早晚都能买 一次扫光货 然后好换下一家 我的个曹 这家伙扫光货 还要换下一家 于是 所有人全部是紧紧的盯着电脑屏幕 反正修炼也不差这一天了 另一个 今天上午也属于理论和 没有特别着急的东西 自然就不用着急询问导师问题 另一边 唐木新等 红德利的好朋友和众多狗腿 全部都是在超神学院 外戚分布上课 这次来这上课的 目前共计唐木新 李念威 张仪 林初音 江千雪 陆西法 以及九的狗腿 另外还有叶华云 以及从银河联盟那边判过来的 哈曼 李维斯等三大杀手 这个 外戚分布属于超神学院里面 各位皇族学生的好朋友 是以人群呢 就相对更杂乱一点 数量也更多一点 唐木新他们上课的地方 是一个超大型的大教室 占地一百 不对 一千多平米吧 两位导师 八十名学生 此时教室中的众多学生 都是在努力的进行 小范围的修炼 也是有很多学生 再看这个超神学院中的各种书籍 增长知识 融合适合自己的武学 当然了 这个教室中的学生呢 多了 人员砸了 秩序就相对会混乱一点 尤其是当鸿子里这个 以唐木新 理念为为首的众美女加入之后 这班级之内的众多学生 全部都是偷偷的 看着那几个女孩 然后 再偷偷咽着口水 好漂亮的姑娘啊 天呐 这都是谁的谁的外戚啊 一个 就已经是亿万中难找一个 这下全了五个 可不是 这一个 个个极品 看着脸蛋 看着身材简直了 这样的女人 给我一个也行啊 不知道谁这么有福气 人比人得死 别做梦了 看这等级 就不是咱们能碰的 还是老实点吧 下面一轮万天飞 也是有知情的 小事说道 我说你们连这都不知道 这两天 最火那个 打脸直身红的脸 录像看到没 这几个都是他老婆 那个穿着一身 漂亮的蓝色蓝衣裙的 那是他大老婆 那个成熟的 好像是二老婆 两个蓝色麦比尔的 是三老婆 一身黑色皮甲的 那是四老婆 拿件那个 竹老婆 众多同学啊 刀抽一口凉气 这无敌了 简直啊 羡煞旁人家有没有 这帮无聊的家伙 唐木新是轻轻的 叹了口气 翻了翻手里头的书 他跟李念威那无敌 果断是五人组 如今互相之间的关系呢 都已经挑明了 反正想阻止是阻止不了 只能是顺其自然 所以按照目前的形式来看 自然还是抱团比较好 这点 唐木新还是分得出轻重的 这秘籍还是不错的 林初音手中是拿这本 刚从外戏分布藏书阁 找到的机械尾面 修炼秘籍再观看 边看边点头 我之前有很多的问题 一直没找到解决的方法 现在终于是有些头绪了 嗯 作为强大的科技宅 林初音出地球之后 这技术就有点跟不上 这段时间呢 一直研究更高的科技 不过 毕竟时间太短 所以感觉知识不够用 这回可好了 机械组的修炼秘籍实际上 叫做强化宝典 更加有用 毕竟这是一个金属生命位面 他们这个身体结构 跟这个位面不太一样 没有血肉 修炼之类的不大合适 这强好的呢 还是强化身体内部结构 来发挥出更的威力 而很明显 这也就正适合林初音来研究 初音界见 唐木新智凑过来 这本秘籍上面 主要说的是什么呀 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能量炉 来吸收并压缩宇宙间的能量 它们的位面 管内能量叫做圆能 跟我们这儿的暗能有点像 它们强化的方式 就是加强能量炉的功率 增大瞬间爆发力 不过有点麻烦 就是对身体构成的金属要求很大 金属等级低了 很容易 会因为能量过大 导致身体结构崩溃 林初音解释得到是挺详细 不过唐木新还是听得满头雾水 初音小姐 这时候 美丽的女导师走了过来 微笑着说道 这本冰系本源 你感觉还合适吗 冰系本源 魔法外面 冰系魔法修炼师的这个密集 与唐木新能力正匹配 所以当唐木新来的时候 女导师直接就选择了 他这本书来看 正合适 唐木新是甜甜的笑了笑 说道 不过导师 这里面的魔法 我觉得好多 都没有什么用 那些魔法 我也要练吗 哪些没用 美女导师是问道 比方说这个了 唐木新是指的指书籍上面 一个名字叫做 冰之乐章的魔法 问道 我是可以控制冰的了 不过这个冰在周围舞动的魔法 我不清楚有什么作用 这个呀 美女导师点了点头 之后说道 你可以先试一试 小范围的模拟一下这个魔法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小范围的魔法模拟 这对于唐木新来说还是很简单的 很快 唐木新使用上冰魂石 获得的能力 他的刻桌周围 变成了小小的一片一片的冰晶 这些冰晶吧都很小 大约是只有指甲大小 很明显 属性压缩力上压缩的 可并不只是属性而已 连这能力的也都是经过了压缩 不然强大的能力者之间的战斗 怕是来那么几回 这星球就千疮百孔了 但那些并不重要 在超神学院里面学习的 主要是技能的控制 以及能力开发 而此时 那些小小的冰晶 正在地面上 一小堆一小堆的堆积着 结白一片 看起来非常漂亮 搞得唐木新 无论如何努力 也不能叫他们像 冰系本源书里面说的 可以自己跳舞 好奇怪啊 唐木新是奇怪的 这些冰晶凝结出来之后 就很难控制 除非我把它们 全部变成元素生命体才行 唐木新的冰魂史 可以制造出拥有 短暂生命的生命元素体 可以想象 这魔法中说的那个 叫元素 自己在空间中跳舞 却是做不到了 你可以试试 跟这些冰晶沟通一下吗 美女导师是微笑着说道 嗯 把他们当成空间中的小精灵 与他们沟通 然后试着去指挥他们 与元素沟通 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 唐木新是努力了好一会儿 也没能成功 不要急 魔法与我们这个 位面的构造本质不同 多练练 总是可以的 美女导师是安慰道 这练魔法 当然是不可能一蹴而就 结果就在 唐木新准备继续的时候 忽然 从门口方向 穿了一把极其讨厌的声音 这声音是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贝元清的声音 想找到你们 倒还真不容易啊 贝元清是一进门 眼睛就紧紧盯住了唐木新 黑黑笑着走了进来 听说你们 也到了我们学院上学 我就来看看 打个招呼 这大仇人到场 唐木新顿时皱了皱眉头 这家伙 昨天可是被 红帝里修了一个构枪 今儿他来这 还带了那么多人 明显是来者不善 元清少爷 有什么事 可不可以等待会 午休再说 这美女导师 一看到被元清 就知道 他是闹事来的 赶紧是 走上前去 压低了声音说道 现在正在上课 要是在这开打的话 院长那边 怕是不好看啊 他也是好意 可是很明显 美女导师嘀咕了 被元清的怒火 这昨天被元清第一次 被坑了5000万 这也就罢了 之后在红帝里面前 丢了那么大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不过如今 红帝里身边 有个大姐头 古飞飞 那可绝对是 食物链顶端的家伙 被元清胆子在的 也不敢在这 跟他眼前动手 只能是退而求其次 所以从红帝里身边的人下手 可是如今 这个美女导师 居然敢拦住自己 找死 被元清是抡起了胳膊 啪一下 给这美女导师一个耳光 怒道 滚你边去 我咱们在这 哪有你说话的份 他这眼光 顿时把那女导师给打懵了 整个班姐 也都懵圈了 这被姐的第一天才 啊 这 居然打了老师了 虽然外戚分部的导师 跟超神学院的主院的导师 无论身份还是地位 都天差地别 可是当着这么众人的面 尤其导师还是女的 你 导师捂着脸 这眼睛里头 已经蓄满了泪光 紧紧咬住了嘴唇 之后 猛的冲出教室 整个班级内所有的学生 都呆住了 这事情有些太过于突然 哪一时间 所有人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导师 唐木新这辈人 猛的站起来 向外追过去 他们这一共是十几号人 呼啦啦的 全部向外冲 眼看着就要跟贝元清撞上 贝元清是猛的一挥手 给我拦住他们 在身后 一的寻人 全部是挡在门口 这下 唐木新等人是再也出不去了 外面人也是进不来了 贝元清 这是学校 你居然敢这么过分 唐木新是狠狠地 瞪着贝元清 怒声说道 你就派院长过来处理你 怕 我真的是好怕呀 哎呀 被元清是哈哈大笑 之后 盯着唐木新 凝声说道 我怕个屁 再过三个月 就是毁婚 战约 决斗的日子 这决斗一开始 他就不能停止 不是洪星云那老家伙子 就是朱允周王 这段时间 大家都是各式手段 只要是能打击对方的事情 那就是正确的 至于其他的 跟三大家族的位置相比 算个屁 他说着 嘿嘿冷笑 继续说道 看到后面这些兄弟没有 今天我们这几十个人 来 这又是要好好跟你们玩玩的 哎呀 你未来学院就安全了 做梦 只要是狠狠压制住洪德里 以洪星女的老家伙 对洪德里的宠溺非发狂不可 到时候 他融合武功失败 搞不好这实力 不尽 反退 哈哈哈哈 北元清这么一说 唐沐昕顿时就明白了 毁婚战约一经发出 不可更改 三个月 决斗之息 洪星宇和朱允周 只有一个能活下来 这贝家和朱家绑在一起 当然会想要朱家获得胜利 要知道 这可是决定圣龙皇族 最顶尖的三大家族的 地位之争 自然绝不可能 只是两家静静等待决斗 到妻的日子 这段时间 双方呢 绝对是个展手段 只要是能压住对方 让对方乱了阵脚 从而影响决斗的结果 那比付出任何代价 都是值得的 而此时 唐沐昕这边 一共是不到20个人 被元清却带来40多人 这一打起来 人数上唐沐昕这边 就吃了好大亏了 他们既然敢来 王者骑士变身 怕这也未必稳操胜券 他们这边 这么多的女孩子 一旦失败 后果 不可想象 事关三大家族 谁会得胜利 谁就会淘汰 什么样的恶事 被元清干不出来 想打架是吧 唐沐昕的脸色 也是沉了下来 他是不想惹事 不过 作为洪德里的大老婆 他也绝对不会怕事 只不过 他虽然是怒气冲冲 可是因为是太漂亮 再加上清嘴 娇嫩的嗓音 听在耳朵里 就有点娇 称的味道 小姑娘擦娇了 果然 被原青是哈哈大笑 甚至还伸出手去打算 勾唐木心的下巴 来再说一回我听听 说起来你这小声音还真好听 见过见的 真没见过这么见的 看样子今天被原青 是准备把这恶人当到底了 如今三大家族之间 这红家和猪家 那虽然是最大的仇家 不过贝家一向跟猪家勾结 猪宁宇更是已经几乎定型 要跟着被原青结婚 所以双方之间的几乎 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你又怎么样 我下道理吧 唐木心是向后退了一步 盯着被原青的眼睛 韩生说道 怎么样 当然是不能怎么样了 我还能怎么样 你又想要我怎么样 你莫非想在这动手 但你准备 唐木心微微眯起了眼睛 之后是沉声说道 保护信息小姐 李扬等九大高腿 第一个上前 挡在唐木心前道 李维斯三人等三大高手 紧随其后 左右护卫 得同时耍耍耍 声音响起 红的离这方众人 顿时全部武装 王者骑士变身 贬身 被原青是狠狠的一挥手 点了一支烟 大声说道 给我杀 干死他们 女的别弄死 记得流口气 到时候 叫他们好好享受享受 是 被原青带来那一代军人 脸上 没有半点剧色 直冲上前 双方早就是叙事待发了 这一动手 顿时撞到一起 唐木心这边 全部都是 王者骑士变身 贬原青这边 则是这个家族里面 圈养的高级打手 平时在学校里头修炼 关键时候 保护贝基成员 这随便一个 都是恒星级巅峰势力 所以这一开打 顿时鸡飞狗跳 好在呀 有属性压缩力上 否则以这群人的实力 这么一混战 这个校园 甚至这个国家 估计就得灰飞烟灭 一夜之间化成渣渣 不过也正是因为 有属性压缩力上存在 导致原本应该是 高手之间对决的大场面 变得就跟地球上 那黑社会火拼似的 乌鸦鸦的打成一片 乱糟糟一团 另一边 洪德利所在的链底部 18本 大利 你真的准备要买这个 伯源股份啊 股飞飞是死死盯着屏幕 因为早上红德利 开盘不久 就这个 扫光了 伯源股份的所有股票 这消息传得无比之快 此时 已经是堆积了 60多万手的股票 等着清丧了 这下面论坛里头 无数人都在鬼哭狼嚎的 大声呼喊着说 那位好心人 赶紧当他们心目中的 大英雄吧 英雄 求收购啊 我在这已经被套了 快一个月了 跪求收购啊 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再低的话 我就得自查了 今儿那人绝对不能再吃了 再吃尽的话 我他妈直播吃屎 哎呀 直播吃屎 这他妈有点狠啊 红在里港海 然后准备扫货 众同学是惊呼 快看快看 这已经是65万手了 一手一百股 那一股是6块2 这么多股就是4个多亿啊 可不是 就算是要败加几千万 应该差不多了 这是必跌的股啊 这要是全手 一天就跌800多万 牛逼啊 看样子 已经是没有多少外部筹满了 就等你小会 等那股票卖出去的数量增长 开始缓慢起来之后 红的里是摸了摸下巴 嗯 马马虎虎 就先这么多吧 他这是要准备出手了 一时间 周围众同学的心 全部都提了起来 这红的里 该不会真的打算全买了吧 而很会 大家就知道 红的里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红的里吧 其实也没干什么 只是拿起电脑 之后 点击进入买入的选项 当周围众同学们 看到红的里账户余额的时候 顿时跪了一地 93亿5000万 这个红的里炒股的账户里头 居然是有93亿5000万 我的老天爷啊 这家伙平时拿这么多钱 用来败家的吗 一百来亿呀 要不咱们说 败家底的手笔 那就是豪放的 孔子里 直接设了一个 6块2毛5的价格扫货 这瞬间 耍一声 所有的股票 全部买进 就这么一下 4亿2000多万就干出去了 这所有人都看呆了 这 这家伙居然全吃下去了 全部啊 这他妈可是即将退市的股票 他居然全吃了 偶像 绝对的偶像 没牌 绝对的没牌 真他妈全吃 怎么吃啊 这玩意啊 见过败家的 没见过这么败家的 这简直就是败家之神的 有没有 厉害了我的哥 不行了 以后绝对 跟我大力哥混 太霸道了 导师经格姿 彻底愣住了 短袋愣神之后 心中却是一片狂血 脱坑了 终于脱坑了 红大力你好样的 以后咱 必须得好好照顾你 八百多万 解救了 我的妈 众同学们是吃惊 导师是惊态 红大力浑身舒坦 因为就在刚才 系统的伤战 居然就响起了 宿主购买了 每日跌停的股票 当前败家金额累计 2468万 鉴于股票波动较大 所以只可使用一半属性点 宿主当前可使用属性点数 123点 123个属性点到手 老的进股市 简直就是英明的决定 以后差不多 每天都是有一百多的属性点 可以用 用没有 一百多的属性点 得果断的 把所有属性点全部加满 还剩下了 57个富裕属性点 久违的健康感觉 又回来了 结果 红大利这边正开心呢 猛然间是听到一声 河东湿吼 红大利 你居然敢这么败家 老娘我抽死你 给古飞飞一把抓住 红大利衣服 想他平时一块钱 多得分成两半花 一天赚个几千一万的 已经开始开心得不得了 结果 红大利这可倒好 就这么一天的功夫 败家进去 2500来万 2500来万 你这简直不叫败家呀 这他妈是叫烧钱呢 这是啊 所以 一向节俭的古飞飞 真的是怒了 他那身躯本来就无比巨大 如今这一发怒气 更是凶狠 抓着红大利大师叫道 老子选不了了 你给我滚 啊 然后 红大利感觉整个人 一阵的腾云驾雾 古飞飞居然跟破蛋似的 把他给扔出去了 一声惨糊啊 传遍整个学校 由远到近 由近到远 这所有同学 甚至包括导师金克斯 都是抢在窗户边上 这手大量佛的 看向这个 红大利飞向的方向 转眼之间 红大利就变成一小点 再他们也看不到了 飞了 另一边 诺飞亚利 哪是委屈的 坐在校园内 人工湖旁的石头上 这脸上满是委屈啊 眼泪 止不住的往下流 肩膀是不停的耸动着 当了这么长时间导师了 被学生这么当着面抽 不离耳光 这样的事 他真的是从来就没遇到过 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可是如今这事就这么发生了 对方还是三大黄族之一 背起的那位第一天才 想要报仇 呸 以他的身份地位 那报仇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了 这事实啊 能够活下去 后面不被对方找麻烦 这就已经说得不错了 这诺飞利亚心里头 不敢是有报仇念头 因为他知道 如果有一颗报仇的心 那么他将会走上另外一条路 一条或许永远都没法回头的路 所以这一次 只能是尽量的平复一下心情 把这事情如实上报 之后继续的教自己的书 继续的指点那些可爱的学生们 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诺飞利亚本来这个时候 是可以直接走的 只要把今天发生的事上报 后门再放着什么事 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搞成教室内那些学生们 不行 我得回去 擦掉眼泪 诺飞利亚是坚定地站起来 不能让嫌他们不管 那些毕竟是我的学生 如果他们出了什么意外 什么问题 结果 诺飞利亚正想到这儿呢 忽然从天上穿了一声惊呼 一道人眼 直直从天上掉下来了 这什么情况 不通一声 水面溅起了一道恐怖的水柱 不过很快 湖面趋于平静 之后是一个年轻人 从湖里的晃晃悠悠的爬上岸来 我操 飞飞这个混蛋 说动手就动手啊 洪大利是很好咳嗽两世 之后左右看了看 很快就看到正站在他面前 满脸吃惊的诺飞利亚 赶紧是笑嘻嘻的问道 你好 明女 那个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 这儿 这是超神学院外企分部啊 你是 诺飞利亚是惊讶的张大的嘴 哦 我是洪大利 从练体部那边飞过来的 这个 被这个古飞飞 扔过来这事多少有点丢人 洪大利是赶紧转移话题 话说 那个 你是谁 哎 哎 哎 不是 带我去哪儿你 哎 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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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大利还没说完呢 诺飞利亚猛的冲上前去 拉起他就走 边走边说道 快点了 你就是洪家新入学的那个 洪大利吧 我跟你说啊 我是唐木心的导师 诺飞利亚 贝元清带着好的一群人 打上门来了 现在你那些朋友们 都在教室里跟他们打着呢吧 快去 晚了可别出事了 我去 贝元清不敢惹着古飞飞 跑去找唐木心 他们的麻烦去了 这还了得 洪大利是一股怒气 直冲头顶 打叫道 这家伙找死呀 快带我去 哎 那教室怎么走 离这远不远 不算很远 诺飞利亚随便动了动手 空气中 很快出现了一个金属圆盘 拉着洪大利踩到上面 那圆盘迅速的向前冲去 速度飞快 很快到了教室门口 此时这边已经是 为了好的一群人在围观呢 以后倒是 看热闹 不嫌事大 这帮人也真是为了看热闹 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让开让开 对我让开 诺飞利亚 带着洪大利 直奔教室门口 这一路上 当真是把那些看热闹的 给下了一构枪 全部向这一旁让开 很快 冲进教室之后 洪大利只是看了一眼就愣住了 此时这教室里面满地狼藉 所有的镯子呀 椅子包括蒋台黑板 已经是被砸了一七岁 两大拨人正在对峙 正是唐木新一方 和贝元清一方 贝元清一方 大约是四十来人 周围还躺下了几个 这看起来是受了轻伤了 不过总体实力 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贝元清是宁笑着 站在众人面前 盯着唐木新等人 而唐木新这边 因为女眷多一点 所以很明显是处于劣势 几名男子全部都身上带伤 靠在一起 李维斯是打头阵 血腰和李扬 两方护卫 他们三人是互为犄角 唐木新等女人 则站在后方 毕竟是女流嘛 这打起来总是容易吃亏 所以只能是后方侧阳 路西法的胳膊上 开了一刀血口 这鲜血术 不断涌出 之后 汇聚到手绳中的 那团黑系里头 很明显 之所以两拨人 没有继续打下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路西法使出了血迹 虽然武力方面 北元清占了绝对的优势 不过 对于这个路西法的诅咒之理 北元清倒是相当忌讳 哎呀 没想到倒是挺完全的 啊 这几个狗腿子之前 倒是我小去了 实力不错 可惜啊 就这么几只小毛小狗 想对付我们 可没那么容易 李维斯等人 这等还没说完话呢 路西法则缓缓的开口 容易不容易 这个也得看情况 要不你试试 怎么样 他说着 把这个黑物 向前推了一下 被元清顿时向后 推了小半步 说真的 你在这群人里头 是最让我意外的一个 诅咒之地 哎 不如你跟我混 怎么样 到时候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诅咒之力 这是宇宙中最诡异的能力之一 跟无敌的这个气韵之力 几乎同属于一个档次能力 毕竟 这实力高低总会有个上限 这要你实力强 大抵的就能战胜对方 可是诅咒之力却不一样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会倒霉 就比方说 你看一个 搬上去 很安全的星球 猛然之间它就爆炸了 再不就是正在宇宙间航行的 忽然撞到恐怖的电子风 等等等等 这毕竟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 人要倒霉起来 喝口水都能噎死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贝元清说到这 红的力 懒洋洋的声音 响了下来 他们家的泡牛腩 怎么可能跟你这个大笨蛋走 人群纷纷让开 唐木新这边 脸上猛的是惊喜起来 贝元清的心脏猛的一跳 转头看去 一个年轻的男子 笑嘻嘻的走了进来 这浑身湿漉漉的 可不正是红的力吗 还能是谁 大笠 红的力居然在这个 关键时刻出现 这个真的是天上掉下红的力 简直就是急事语 唐木新是急匆匆的跑过去 有红的力在上 就算天塌下来也不怕 你来就好了 不然我还真怕出什么事呢 这个坏蛋带来这么多人 都很厉害 对了 你怎么来的 怎么身上都是水 怎么来的 说起来 红的力还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 鼓飞飞内扔 居然是刚好把他给扔过来了 这些稍后再说 红的力是走到贝元清的面前 黑黑冷笑道 没想到啊 你居然真的赶来找我老婆们的麻烦 贝元清 昨儿被打脸打得还不够是吗 要说昨天 被红的力这顿抽我 那绝对是贝元清 永远的痛 有没有 他是一见到红的力 瞅着见面分外眼红 尤其是最恐怖的那个 古飞飞没来 这还有什么说的 贝元清的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 沉声说道 本来你待在古飞飞身边 我还真拿你没什么办法 不过既然是你自己跑出来送死 那可就别怪我了 这叫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闯进来 老师吗 红的力是无所谓的甩了甩头 那这也就怪不得我了 我对于敢碰我朋友的人 一向都是很没有好感的 尤其是打我老婆主意的人 不知是我们 唐木新是挺着小胸脯 怒声说道 这个坏蛋 还打了诺菲利亚老师呢 你哼 贝元清连老师都敢打 真打 红的力 看向诺菲利亚 他真打你了 怎么打呢 一听红的力这话 诺菲利亚这满心威胁 涌上心头 捂着脸 点点头 这意思就很明白了 红的力这脸色瞬间就拉下来了 看样子 今天这笔账还真得好好算算 他是看着贝元清 来找我老婆们麻烦 意图不轨 殴打寻院老师 这几家 足够我狠狠抽你一顿了 他说着 浑身冒出了一片耀眼金光 星空骑士变身 没办法 哥买了股票 属性点就是多 每天好几百 就是任性 星空骑士 被元清是看着红的力 好 我倒是要看看 你到底能有多强 眼看连都是动手 整个教室里面所有的人 全部向两旁退了开去 留下了中间老大一片空地 让两人的方便施展 贝元清身为贝姐第一天在 星域二姐 其实也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等级 那只是代表他的属性达到这个要求 可是在真正实战方面 贝元清确实是有真本事 能力很强 那不说宝贝还很多 之前要不是陆西法危机关头 见这家伙 确实太强 直接使用血迹诅咒 现在唐木新等人 怕是很难站在这的 而此时 红的力这星空即是变身 贝元清也非常果断的 使用上了 从家里的藏宝楼里 取出来的装备 那是一件法宝 一共呢 这一件 是从卫面战场上发现的 高价买回来的 修真卫面的法宝 这件法宝 一共分为两只 一金一银 长约一米五左右 呈六零形柱形 下大 上小 贝元清是一拿出这个 围观现场的众人 更是一阵的 翘身欲论 子母阴阳处 被元清真拿出了 子母阴阳处 我 我怎么没听说过 嗨 这子母阴阳处 可是修真卫面 高级法宝 专制变身之类 办了 这红的力要危险了 这么厉害 星空即是变身事项 可是 一旦被这个子母阴阳处 这么一敲 难道瞬间 就被打回原形了 周围人是一论纷纷 航路心这边 听在耳朵里 也顿时紧张下来 能把这变身 一棍的打霉的 子母阴阳处 只听这个作用就知道 很恐怖 哼哼哼 洪大力 贝明轩是手持的 子母阴阳处 冲着洪大力 嘿嘿冷笑 开打之前 我觉得我有必要 介绍一下 我手里头这好东西 哼哼哼 洪大力 贝明轩手持的 子母阴阳处 冲着洪大力 嘿嘿冷笑 开打之前 我觉得我有必要 介绍一下 我手里头这好东西 他说着 比划了一下 这子母阴阳处 这个东西呢 叫子母阴阳处 专制各种不服 你星空即是 不是很厉害吗 我这家好家伙 只要往你身上 轻轻这么一敲 啪一下 你就没法变身了 他说到这儿 还很是得意呢 哎呀 我是一想到 待会儿把你的 变身敲眉之后 我就觉得很开心呢 然后 他还是无比可恶的 摸着下巴 说起来 我到底是要 怎么揍你呢 先打屁股吧 然后再弄掉 你的小弟弟 之后 再打断你几根肋骨 最后 再把胳膊切掉 应该就差不多了 反正只要你不死 福克斯那老家伙 就能让你恢复过来 一想到以后 每天都可以 这么跟你玩 我就觉得浑身上下 疏的 疏的呢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被袁冲这话说的 恶毒无比 让周围观众的这个 众人 一阵的头皮发麻 看不出来 你还真是挺恶毒的 红的力士 微微的 眯洗脸 老实说 我是真没想到 你在这脸皮上面 居然是藏着 这么恶毒的心 不过这样也好 待会动手打你 也可以说得过去了 你做梦的吧 被袁青是冷笑的 我们三的家族如今立场 早就已经确定了 不是你们红界灭亡 就是我们贝家 和猪界被洗牌 在这三个月之内 发生任何事 都不算过分 所以 只要是我没弄死你 那就算是没违背 这超神学院的帖子 这些学院几个 镇院的老家伙 不可能会出手帮助你的 所以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今儿你费定了 那既然这样 动手吧 洪大力是深深的吸里口气 这话已经说完 事也都已经敞开了 洪大力也知道 这事关三大家族的 兴衰成败 任何手段都不能保留 这毕竟 如果龚家现在 面对巨大的危机 威胁到父母 威胁到祖爷爷 祖奶奶 威胁到自己身边的 亲人朋友 洪大力 绝对不会介意 使用任何的手段 在这场斗争中 没有下三滥 只有最后的结果 胜者为王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一栋手 脸是迅速的撞到一起 因为对方是有 这子母阴阳处 先不管说是真是假 毕竟宁可信其佣 万一是真的 自己没有星空 即使变身 到时候怕是 真的会很麻烦 所以洪大力 与这贝远青一开打 三分攻势 倒是有七分精力 是放在了躲避 贝远青的子母阴阳处上的 因为这个属性压缩 洪大力的星空骑士变身 也是不能幸免 原本随随便便 就可以把地面 炸出一大坑的星空骑士 如今这全属性 也就只剩下800多点 不过比起贝远青 这星与二姐 还是有强生不少 这贝远青只有340点 所以这个时候 洪大力的属性优势 与贝远青的发泡优势 还真的是旗鼓相当 不过洪大力知道 贝远青肯定跟自己一样 还有好多底牌呢 没使用 就比方说他的能力 教室里头 一到金光飞舞 贝远青手持着子母阳处 在这场内 以不变硬万变 俩人动作 全部都是唰唰唰 七块无比 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 几十招过去 可这俩人虽然斗了几十招 确实没有半点声响 这洪大力 固然是不敢太过大意 免得被子母阳处碰到 贝远青则是属性 比起洪大力 差了许多 想摸到他 难度太大 这奶奶的 真麻烦啊 洪大力是抿了抿嘴角 这个贝远青不好对付啊 戴利接见 江千雪 眼看着洪大力 空手 这是亏吃大了 当即把手中的长剑 扔了过去 多谢 一把 结果江千雪扔来长剑 洪大力找了一空挡的机会 侧向贝远青的胸口 这贝远青是手持着 子母鼠这么一横 意图挡住洪大力长剑 这同时 右手的母鼠说 横扫向洪大力肩板 口中是一声大喝 洪大力你给我去死 他这两招 一起合成 右手母鼠来时如见 这眼看着就要碰到洪大力肩板 洪大力是心道 这对子母阴阳处 本身威力无所谓 这效果 可当真是叫人纠结呀 本来他是拥有爆发肘肘 再加上二党 底牌雄厚 可是贝远青毕竟是 贝远青年轻一代的第一天才 这身上要说没有什么 致命的东西洪大力打死也不信 所以这底牌 一定是要留到一定时间之内 才能显示出来 如今这形势紧急 贝远青的母主数 已经马上达到自己肩板 洪大力干脆的 向下这么一去身 哈哈一笑 去死就去死 说着 他整个身子向后倒去 同时手中 长剑这么一横 居然是阴差阳错的 正滑中贝远青的手腕 发出啪叮 一声轻响 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太大的事 相必 那不过是金属护腕之类的东西 可是却不想 这下 贝远青居然是面色大扁 猛的是啪啪 向后退了一步 哎 莫非这家伙的手腕上 有诡异 好小子 被远青这脸都气得发青了 咬牙切齿的说道 居然是敢使阴招 好 那今天我就叫你见识见识 他说了 手腕上 一阵耀眼的白光闪过 整个人的气势 开始突飞猛进 很明显 这家伙手腕上应该是另一件极品装备 一件不次于爆发手术的装备 本来这东西我是没准备使用的 不过 既然已经暴露了 那就没有隐藏的必要了 贝远青这黑黑冷笑 说着 贝远青的整个人的身子都开始缓缓的浮空 把双脚逐渐的飞离地面 与此同时给浑身上下 冒出一片害人的黑气来 那黑气绝对不是这个未面常见的暗能 而是另外一种叫人从心底里发慌的气 妖气 是妖气未明的妖气 这种气吧 其他人可能不太了解 不过 导师诺菲利亚却是属于本身实力一般 但是 剑是非常广播内容 当即叫出声来 到这儿挺见多识广的嘛 被原青是哈哈大笑 我之前倒是小瞧了你 不愧是导师啊 知道的就是多 他是看着红的脸 黑黑笑道 没错 我的这件装备 正是来自于妖界未面的 极品妖气 阿修罗手镯 他说到这儿 场面之上再起变化 被原青 居然这身体的腰部之上 又浮现出了两个脑袋 两个身体 两双胳膊 而那两双手上面 每一双手 都是拿着一对子母阴阳处 阿修罗手镯 可以让佩戴人变成三头六臂 被原青是得意大笑 而且 这三头六臂手里拿着的武器 全部都是拥有相同的效果 也就是说 被原青是无比得意 只要是被任何一个碰到 红的礼 你就死定了 所有人全部都震惊了 这妖界未面的妖气 阿修罗手镯 原本一对子母阴阳处 就够红的礼 束手束脚了 这如今 居然是变成了三对 这还怎么打呀 现在的被原青 那完全就跟刺猬一样 全身上下没有死角 不得不说 你的这件妖气 确实叫我 大开眼界呀 红的礼是点了点头 手持长剑 指向这被原青 不过具体效果如何 咱们还得动个手才能知道 说的没错 说 被原青这猛的冲了过去 身在空中的他 这陀螺一般的旋转起来 三头六臂 三对子母阳处 把这周围的人围着水下不通 直接就采用了最简单的方法 向红的礼撞去 只要这一下被红的礼撞到 怕是立即就会被打回原型 而与此同时 红的礼也是非常干脆的 直接史上爆发手拙 全身属性猛的提升十倍 这虽然说又被属性压缩立场 压缩了一次 可是 那也是有1500点的全属性 而且最重要的是 星空骑士 会飞呀 当当当当当 一连串的叮当声响起 从这空中 撒下了无数的金属碎片 那也是因为 江千雪的长剑 等级太低 与这个子母阳处 这件修针法宝 差距太大 子母阴阳处 是毫发无损 江千雪的这把长剑 却是转眼之间 千疮百孔 砰一声大响 红的礼是飞向了教室后方 被原青则是无比得意的 看着红的礼 哎呀 不错嘛 当初就知道 你在那个权力测试器上 肯定是有什么爆发类型的装备 如今看来 确实没错 不过 很可惜啊 你现在爆发的装备 已经使用了 常见也是 基本上用不了 还有什么本事 全部使出来吧 这样才有意思吗 两个人是短暂分开 周围那些围观的学长 小事议论起来 坏了 这红的里不妙啊 这被原青的这件妖体 直接叫他没有任何的死角 这可不好办 可不是 红的礼这边 没趁手的武器 常见都已经坏了 又不能用拳头 被碰到 那就是死路一条 这一下 麻烦大了 这确实 不会是被解的第一天才 红的礼是看着被原青 深深的吸里口气 我之前倒是有点小瞧你了 他说着 扔掉手中已经残破的长剑 之后 猛的事情大喝 请先 宁未姐 初音 克里斯姐姐 千语 我们在 啥时间 五女士全部出列 站到红的里身后 到了这种关键时候 红的里 不去拿更强的兵器 反而是叫这五个漂亮女孩出列 这什么意思 此事 人人心中都满是疑惑 不过很快大家都知道了 把你们的元素之力借给我 红的里是盯着被原青 以为我老婆们好欺负 今儿我就叫你们看看 到底是谁欺负谁 好 唐沐昕是带头使用上的元素之力 他的寒冰之力 在整个教室的范围之内 凝结成了无数的冰精 那些冰精是有隐隐的活动的迹象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诺菲利亚猛的是大声喝道 谢谢 冰之月章 用你之前看到的冰之月章 冰之月章 之前唐沐昕本来也没明白 这冰之月章到底是有什么用 不过现在他明白了 那是天底之间最纯粹的元素 也就是说 这是任何可以调动元素之力 都能够调动的力量 之前他凝聚出来的那些冰精生命体 大约都是类似于召唤生物 除了他可以很好的指挥之外 其他人 就算是可以控制寒冰 也不能指挥分号 可是这冰之月章可就不一样了 那纯粹的冰气元素 纯粹的寒冷元素 就凝结在那些冰精之中 只要是能够调用 就能够使用 这唐木新是第一个中人打样 接下来就简单了 李念威的暗金色元素 林初音的巨石元素 江千雪的冰 再加上克里斯蒂娜的猛毒 这么些元素之力 全部是漂浮在半空之中 在空间之中震荡 欢笑 跳舞 好恐怖的精纯的元素 围观的众人 全部是傻了眼了 这么多的元素种类 遍布了整个教室之内 被袁青也是惊呆了 他实在是不清楚 这红的脸 到底召唤出这么多的元素 干什么 毕竟 一个人算上能力 最多也就是能够控制 一种元素而已 可是此时 确实有这么多的元素之力 那除非得是 公大力 你演的一首好戏呀 三头六臂的被袁青 此时三张嘴一起大笑 第一张嘴说道 这么多的元素之力 你想干嘛 吓唬人呐 你以为我会害怕 不过 我倒是有点小看你了 看样子你这几个老婆 还真不是个花皮儿啊 没人知道 红的脸到底想干什么 你说我想干嘛 红的脸是黑黑一笑 瞬间元素震荡起动 啥时间 就这整个教室之内 所有的元素 全部都开始震荡起来 金 石 冰 光 毒 所有的元素都开始震动 跳动 欢呼 雀怨 元素震荡 当宿主遇到明显危机的时候 将会启动 天际间所有的 拥有攻击性的元素 全部可以为红的脸所使用 这说说说 所有的元素 全部是汇聚到红的脸手上 逐渐凝解 变形 金光耀眼 毒物震腾 巨石震动 冰晶飞舞 光芒万丈 那是一把枪 一把长足有三米的长枪 就这枪声啊 大约是 而必粗细 上面是旋转着复杂的画纹 就这枪尖呢 螺旋状 仿佛是可以连这天都刺破 这也行 周围众人是全部都看呆了 要说红的脸能控制一种元素 还算正常 这控制两种 勉强可以接受 控制三种 那就已经是妖孽了 可是它居然控制了五种 五种元素 凝结成了一把长枪 那这把长枪的威力 嗯 这把枪呢 就起名叫做 光石 毒兵枪 红的脸还是发挥了 它一贯的 不善于起名字的风格 随便的 给手中长枪起了一名字 笑道 嘿嘿嘿 好了 这一回我的这兵姐 麻麻糊糊糊 也算是趁啥 再来 此时 红的脸是手持着三米长枪 面对着三头六臂的背缘精 已经是没有了武器上的劣势 三米长枪 进可攻退可守 就算红的脸没练过枪 不过以它那压倒性的属性 最起码也不能差到哪去 至少这个扎条蓝批之类的动作 没问题 我倒是要看看 你到底能够怎么样 被原青是冷横力士 再次冲上 这当当当当当 一一连串的金铁交明声响起 红的这手中的光石毒兵枪 再次的 被被原青的子母一样处 那咋的呀 是碎屑纷飞 看起来这抵挡的是相当勉强 可是 等这俩人一轮对拼之后 被原青整个人都是 啪啪啪狂退了术步 蹬蹬蹬的 撞到身后打手身上 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却不想 那枚撞到的打手 先是面色一变 之后 整张脸都黑了起来 没一会儿的功夫 便倒在地上 浑身抽抽 掉这光石毒兵枪 枪身居然有毒 好 一把光石毒兵枪 被原青这脸色有些发青 恨声说道 一把枪上居然附带了五种属性 一叮套在这会儿 周围全部人 顿时愣住了 一把长枪上面居然附带了 五种属性 我的天呐 这样的武器 以前讲 只想都没想过 却不想 红的里居然弄出来 这么一把武器来 而且这武器至少是 五亿以上级别 麻麻糊糊 我要是没个像样点的武器 岂不是被你笑话 红的里居然把这长枪 捂出了几道非常部位 美观的弧线 一看就是用枪的外行 不过此事 可没敢笑话的 只听他笑道 哎呀 说起来 你这法宝确实挺厉害 至少 从印度上来说 出乎我的意料 他说到这 将这手中的光石毒冰枪 双手握住 笑道 不过嘛 既然这个长枪不行 我倒是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他笑的是无比诡异 人人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不过很快 他们就知道了 因为红的里居然是把手上的 光石毒冰枪给融化了 这一次 等新的造型出来 作人全部张大了嘴巴 红的里居然是把这长枪 给改成了大锤 光石毒冰枪 好吧 这个 关于红的里的兵器的名字 可以不做讨论 是吧 不过此事 红的里手上拿着这么一个光看造型 就是无比恐怖的大锤子 那就算这个贝元清 对自己手中的法宝 子武阴阳处 有信心 可是依然还是狠狠的 咽了一口口水 我的天哪 那个贝元清 这回 咱们再试试 红的里居然是阴森的一笑 这一次 他主动出手 手中一柄聚水 向着贝元清手中的子母一样 鼠 猛的是砸了下去 打 一声惊天动气的巨响声响起 这整个超神玄 外戏部分大楼 几乎都是颤抖了一下 全场所有的学生 全部都是捂住耳朵 被震倒在地上 他们是被之前的剧烈产生 碰撞的冲击 给震倒的 三头六臂的贝元清 被这一锤子 给直接打到地上 灰头土脸的 虽然说这一下子 他手中的姿母央处 完好无损 可是那毕竟力量太大 星空骑士 加上爆发手镯 爆发后的属性 那可不是说笑的 贝元清的整个六只手臂 都被这么一锤砸的 不住的颤抖 看样子 你也没什么可怕的 红得里是哈哈大笑 就这肩膀上 扛着个大铁水 此事就跟那拆先工人似的 而贝元清已经是被 沾上那拆字的墙壁 是吧 没练鼓 又能怎么样 对不对 你是天才 又能怎么样 老子是败家子 败家子做事 就得大喜 我什么都不用悔 就靠着突破天际的属性 就能给你打得抬不起头来 这周围围观的观众 早就已经是看呆了 之前他们就看过 红得里打脸的视频 都知道 红得里是可以变身 这个星空骑士的 但是想要控制住这个变身 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可是没想到 红得里 居然这么勇猛 之前还处于劣势的 这个结果 转眼之间 站进了上风 更是把贝元清 一双手震的 直接发颤 这红得里 简直是太猛了 太厉害了 这 这元素居然是能控制五种 可不是啊 这武器改的 简直就是教科书一般的经典 大锤 对双处 这绝对是大锤战机上风啊 哎呀 这以后 直接管他叫红的锤得了 你看他锤子抡的 好猛啊 这众学生们 在一旁议论纷纷的 而且很明显 战斗还没有结束呢 现在 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再来 这一锤 把贝元清砸的 面色巨扁 红的里 确实兴奋的 舔了舔嘴顺 还是很有一点 意犹未尽的感觉 当即 扛着大嘴 啪子 他冲上前去 又是一锤 哒 又是一声大响 红的里 这一锤砸的 那就仿佛是 长江之水 连绵不绝 又好似是 黄河绝地一般 一发不可收拾 他本来就是 速度奇快 光是毒冰水 又是大力神 就这一轮进攻 贝元清是暗暗叫苦啊 这胳膊眼看着 不想 贝元清是狠狠地 咬紧了牙关 再这么下去 很可能 就虎口阵裂了 必须得出底牌 当当当当当 这又是 一连串的 这个声音响起 贝元清终于是 找着一个空气 跳出 红的里的攻击范围 之后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红的里 你确实 超出我的意料 贝元清是死死地 盯着红的里 陈生说道 本来我以为 拿了子母阴阳处 可以很轻松地对付你 没想到你的势力 居然可以超出我的想象 嫌这样 呀 中月 要出底牌了 啊 红的里是笑嘻嘻的 一点都没惊讶 这贝元清啊 他好歹 是吧 也是年轻一代的第一天才 要是他身上 没什么特别的法宝 极品装备之类的 那不可能 不现实 红的里怎么可能会信呢 他现在这属性点 完全就能够 星空即时变身 再开二档 为什么没开 就是在等这贝元清的底牌 毕竟 能够被称之为底牌的东西 总还是很厉害的 你确实很聪明 没错 底牌 贝元清是冷着脸 啊 这个 然后说到这儿 忽然顿了一顿 之后 猛的大师说到 你该感到庆幸 能够见到我真正的实力 红的历史撇了撇腿 之前这人造神雷尼 牛逼不牛逼吧 三阶段变身 不是号称无敌吗 结果怎么样 瞬间 拜拜 不过很明显 这个贝元清的底牌 比只能爆发属性的人造神 要强上很多 尤其关键的是 贝元清的能力到现在 也没有显示出来 今天 我就叫你开开眼 贝元清的身体 再次 欢欢升起 升到半空之中 这时候 无尽的气息 就开始狂涌 贝元清的身体 也开始出现变化 他居然也开始变身了 我的能力 平时极少有人知道 不过今天 便宜你了 贝元清的浑身上下 都是涌现出了炙热的气息 他的身体 也开始燃烧 那是一团漆黑的火焰 只听贝元清是缓缓的说道 在这个宇宙之中 魂石也是分等级的 而我的能力 就是最高等的魂石 黑火魂石 黑色的火焰 可以烧尽一切的火焰 黑色火焰 能够烧尽一切的火焰 一听到他的魂石 居然是最高等的魂石 周围众同学们 也是愣住了 确实 三代家族 族里头资源超级丰厚 每一位家族的核心子弟 都是可以拿到高级 甚至于最高级的魂石融合 叫这红杰的家族 红杏宇 融合的魂石 是最高级的魂石之一 像素魂石 可以把这接触到的一切东西 全部变成独立的像素 之后分解掉 当初这个人造神雷尼 被红杏宇抓住之后 瞬间分解 就是因为红杏宇的能力太强 而如今呢 这贝元清融合的魂石 也是最高等级的魂石 黑色火焰 任何全部东西 都可以烧尽的黑色火焰 当然 如果只是这样 或许还难以进你的身 那么如果是这样 贝元清是哈哈大笑 就在他的大小声中 他的身体 居然是一分为三 在办公中 居然是有三个贝元清 三个三头六臂的贝元清 第一个贝元清 缓缓说道 在我获得胜利之前 我觉得我有必要 跟你介绍另外一件好东西 第二个贝元清 接着说道 这是一件在卫面战场上得到的 来自魔法卫面的指环 第三个贝元清则说道 他的名字叫做 分身指环 可以创造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分身 而且分身可以拥有本体一切的能力 以及装备属性 说到这 三个贝元清是同时大笑 那么红的脸 我倒是要看看 你面对三个使用能力 而且还是三头六臂的我 这一次又能如何 如今贝元清是已经暴露真正的底牌 不得不说 贝元清确实是很有天赋的一个人 能够在这么年纪轻圈 就进入星域二届 各种战斗时机把握的相当到位 或许他唯一的失误 也就是把红的脸这个变态 当成了他的对手 其实说实话 对于贝元清 这个最后的最后 也就是最强的底牌 红的脸没有半点吃惊 背景年轻第一天才 要是那么容易被自己搞定 那他还混个屁啊 不过现在红的脸最关心的 倒不是这个 而是贝元清有这个实力 大街头 到底是怎么把他给压得 抬不起头来的 此时眼见着贝元清三头六臂 还使用分身指寸 一分为三 周围众同学是全部的耍 纷纷后退 那黑火可不是闹着玩的东西 沾上一点 就可以把人彻底的烧成灰烬 尤其是燃烧时 那比普通烧伤 更加疼痛万倍的那感觉 绝对是可以让人发狂 就在众同学们全体后退的时候 就这空气啊 突然间波动起来 院长 佛克斯 带着三个老头 出现在教室之中 这四人是乍一出现 立刻飞奔死角 之后四人同时拿出了一个 灰色的金属笼子 把这盒子放在地上 随后 同时一拍挖着 顿时一道金黄色的立场 把整个教室笼罩起来 下一次打架之前 记得提前通知我们一事啊 佛克斯看着周围被打成的 碎成一地的捉一板顿 心疼的说道 你们知不知道 这么打架 会弄坏多少的公共物品 另外三个老头中 第一个说道 是啊 反正我们又不会干预 你们的这个家族纷争 我们违会做的 也就是防止出人命而已 第三个则郁闷的说道 这种好戏 居然不叫我们过来围观 待会儿 打完了 输得切掉小弟弟 赢的呢 负重 绕操场跑三十圈 这个主意不错 我赞成 红的里是看着目瞪口呆的 这好奇的问着佛克斯 那个 院长爷 你们这是来看热闹的 当然 佛克斯是笑呵呵的 非常和蔼 我们超神学院 这学生打架 很正常 所以一般呢 如果是没有什么 大的战斗 我们几个老家伙 都会过来围观 翻场 只要是有我在 不死 就没问题 所以 这么戳闹的事 你没派人叫我一声 可真是不应该啊 你们继续 继续 不用管我们这几个老家伙 哎呀我去 还是头一丝见到这种 唯恐天下不乱的这个 玩意啊 这是什么玩意的这是 红的里是 咕咚一声 咽了口口水 这时候 一老头是继续说的 嗯 黑火浑石 魔法未面的 焚身之魂 妖族未面的 阿修罗手镯 再加上 子母阴阳楚 嗯 北远青 你倒是挺下本钱的 第二个老头 嘴上看着红的力 星空骑士 变身 加上爆发手镯 也算是不错 啊 就是这武器 你是从哪弄到的 元素之力是很强啊 我看看啊 金光毒士兵 不错不错 好家伙 好家伙呀 第三个老头 不住的摇头 可惜要只是这样 你怕还不是 北远青的对手啊 好吧 这现场解释员 就算是出现了 对吗 既然你已经 显示出了你的底牌 那我自然也不能差了呗 洪德利是扛着大水 看着北远青 笑嘻嘻的说道 二档 二档 星空骑士变身 加上系统二档技能 这就是洪德利 最大的底牌 这洪德利的二档 可以跟星空骑士变身 混合使用 但是 这与爆发手镯 不能叠加 不过 虽然是不能叠加 可是六十倍增幅的 星空骑士变身 也已经很恐怖了 本来呢 在圣龙兴 因为有属性压缩力场 所以属性之间 差距都不会很大 不过 虽然说是受到一部分的 属性压缩力场的限制 可是 使用二档之后 这属性 因直接跳到了八千 足足十倍的增幅 有两下子呀 第一位长老 盯着洪德利 惊讶的点点头 看看这战斗力增长的 厉害呀 第二位长老 则说道 敢跟被袁青对打 有点实力 第三位 这摸了摸糊的 又看他 忽然 又照着眉头 不过他的这个二档 之后 便不再说话了 然后 便不再说话了 自顾自的沉思 如今洪德利 也使用上了这个 最大的力量 说话间 这就开打了 一旁的院长佛克斯 则是开始了全场解说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 只听得这个斜刺里 一声大喊的洪德利 拿着大锤就开打了 这三头六臂 还有三个的 被袁青 拿着子母阳处 对抗 当人不让就接招 身体风车一转 说着就挨了一脚 哎呀 这属性差距太大 不是好办的 一个分身被洪德利 踹飞出去了 这时候 第二个被袁青 一个转体360度 侧摔上去 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疼 跟着洪德利 就是一锤体现的 十分凶残 哎呀呀呀 这个被袁青 厉害 按时偷袭腿部 打转 这意图说 一个鲤鱼大体 洪德利 现在就仿佛在建筑工地 敲的楼似的 一顿一锤 三个被袁青 面对洪德利 这个大锤 小偷 甩的挺有节奏 但是洪德利 这锤的不是特别准 被袁青 一个双处接大锤 接的漂亮 之后洪德利 灰锤就打 厉害 正边的被袁青 无奈的滚到一边 一个鲤鱼大体站起来 那边 跟红的利大锤 就跟金属风暴一样 大雨倾吨 砸的另外两个被袁青 是近身不能 一个漂亮的四锤鸡 亮相 紧跟着 躲开了三路 对 下三路 就是一个空翻的被袁青 浸显了灵活的 敏捷值 这一上三下打的 嗯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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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一个被袁青 被踹出去又飞回来 这现场同学 也是看热闹 不嫌事儿大 拼了命的鼓掌啊 这短暂的亮相 短兵相接 大锤的攻击范围 优势尽险 被袁青继续的旋转 小翻 哎呀 有一个动作表演的不错 身体360度旋转 这一下 红的利的攻击全部闪避 这不会是被这第一天载 但是中路又破绽 瞬间 就被看穿了 当时被袁青就他妈懵逼了 这躲向红的利 像雨点一般砸过这大锤 哎呀 一个被袁青 被大锤直接砸头上 脑僵蹦裂 哈 居然是假的 这时候 被袁青换了一个角度 不忘回来 反击过来就是一处 可惜没处中 腾空飞住 又没处中 哎呀 不想 自己还撞到了大锤上一下 红的利间机会来了 一锤直砸被袁青的心窝 而被袁青此刻 浑身是仿佛上了润滑油一般的 根本就打不到 我靠 打到又一个被袁青的身体消失了 又是假的 两个人至此打了一百多个回合 这嘴里头 喊着卧槽 红的利此刻仿佛是 红的锤附地 一柄大锤 那捂得跟小棍似的 哎呀 这打到被袁青下半 一下就没稳住 跪了 这起来 一个转圈 不小心正被大锤 敲中两腿之间的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被袁青的整个下半身 先从小丁那开始粉碎之后 整个胯骨粉碎 最后下半身都没了 太变态 惨 太惨了 那个 诺菲利亚 给我拿杯水来先 这周围中人都傻逼了 伴随着这个 弗格斯的话说完 红的利紫 也刚好获得胜利 面对所有底牌 全部出手的 被袁青 红的利居然赢了 当然 这一场的对决 红的利和被袁青 固然是打得很精彩 院长 佛格斯也是相当的经验 这伙嘴皮的 太他妈溜了 要知道 红的利高达 八千的全属性 何等速度之坏 可是谁能想到 这佛格斯 居然是能跟上 俩人对打的速度 这话说 不会是有热闹看 没热闹 创造热闹 也得看着院长大人 从周围同学们 见惯不惊的 表情来看 这老家伙 平时肯定是 没少干这事的 这事 被袁青 已经只剩下半条命了 整个下半身都没了 半截身的 躺在地上 脸上表情 无比精彩 嗯 既然战斗已经结束 那收拾收拾吧 收到诺菲利亚 地雷的水 轻轻的抿了一口 佛格斯是放弃了水杯 走到这个 被袁青面前 抬起手来 一道柔和的绿光射下 把被袁青的 整个身子都笼罩住 那道绿光 缓缓的 修复被袁青的伤势 空气中的血气 不断的 向着被袁青身体里面涌去 他已经失去的身体 开始缓缓成型 最后 终于是 缓缓的恢复了原样 可是当这被袁青 整个身体 完全恢复之后 被袁青先是愣了一下 最后 惊慌的大叫道 院长大人 我小弟弟呢 我小弟弟哪去了 所有人全部张在嘴 这个院长 给被袁青修复了伤势 结果却拿走了 他的小弟弟 作为你 殴打导师的处罚 我就先拿走 你的小弟弟 让你先好好的 回过一下 不过你可以放心 三天之后 我会把你的小弟弟 还给你的 只不过这三天的时间 你想去厕搜的话 估计就只能是蹲着了 红的里这边 先是张大了嘴之后 猛的是爆笑起来 这伙 这几天又蹲着尿尿了 小弟弟没了 真是可怜 可不是可不是 这太有意思了 这太有意思了 估计以后 他的改名叫 蹲着尿尿 北原青了 这院长也真是的 这玩笑开的也 不过这样也挺好 省得他当我们的主意 哎呀 老呗 红的那是笑嘻嘻的 看着脸上 一阵红一阵白的 北原青 这打锤是扛在肩上 说道 我感觉啊 目前你是打不过我的了 要不以后我每天打你一顿 我记得这可是你之前的打算 这么好的建议 我要是不实行 不是太可惜了吗 他这块说完 周围众人又是一顿大小 太洁气了 那就得这么治他 这货实在是可恶 不过 这就叫恶人 最有恶人魔 红的里这货 实际坏了 那可不是一个 丝毫不会犹豫的主 大力 这次我认灾 咱们走着瞧 北原青是狠狠的咬牙 脸色铁青 最后扭头变走 他来的气势汹汹 走的时候却是丢盔卸甲 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场面非常搞笑 训长 诺菲利亚 这心中的委屈 终于是发泄出来了 流着肋走的院长 福克斯的面前 委屈的说道 东西院长 帮我出戏了 北原青他 你是我们学院的导师 自然是该有导师的尊严的 福克斯是柔和的 拍了拍 诺菲利亚的头 柔声说道 好好呢 在这工作就是了 不要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生命总归是美好的 这个 事实上 这一次的主角是洪丹利 我觉得你或许 应该是更要感谢他一下 丹利少爷 谢谢你啊 诺菲利亚是走到洪丹利面前 有些不好意思 笑道 你说这诺菲利亚 本来长得就漂亮 刚刚受过委屈 那哭得离花待遇 此时 忽然展颜这么一笑 当真是相当漂亮 这虽然比不上 唐木新 李年威等角色 不过也绝对是一大名了 一时间 周围的学生们呼吸 也都紧张起来 哎 应该的 应该的 红的立誓 脸上一红 挠了挠头发 笑道 顺怒 一旁的唐木新 无奈的耸了耸肩膀 完了 至少沦陷百分之三十 我看怕是不止吧 李年维持笑着吧 唐木新 搂在怀里等 少主的魅力 可是不低的呢 好了好了 他就都散了吧 佛格斯是挥了挥手 顿时所有的学生 全部散去 回自己的班级 继续上课 这佛格斯 跟着三个长老 看了看教室的环境 说道 大家呢 今天先休息吧 这儿 我叫人重新布置一下 红的立 你跟我来 我呀 红的立誓 指着指自己的鼻子 是要接受处分吗 一点点 佛格斯是笑了笑 损坏的这些东西 怕是要你赔了 不过我记得 你很喜欢败家 这或许 正合你的心意 还是院长最好 红的立誓 赶紧说会变身 笑着走过去 赔东西什么的 我最喜欢了 败家万岁呀 不赔东西 怎么能有属性点数呢 既然这边尘埃落定 红的立誓就跟院长 以及三位长老 前往这院长办公室 进了门 院长把门锁上 之后这皱着着眉头 随后说道 德立 先坐吧 哦 不知道找自己 到底是什么事 红的立还是有点忐忑的 先是坐了 之后等着院长 还是阿诺德 你来说吧 院长是看了看三长老 我来说吧 三长老阿诺德 生着一把花败的胡子 这头上 戴着一遮阳帽 看起来是不伦不类的 不过这说出口的话 就是叫红的立 大吃一惊 你的这个二档 有点来历吗 我去 这老家伙 居然看出了二档的奇妙之处 红的立是头皮发麻呀 不过他平时虽然是嘻嘻哈哈的 那关键时刻 也是挺冷静的一个人物 当即是笑了起来 挠着头发说道 没什么来历了 是我自己摸索出了一个 爆发类的技能了 那这把锤子呢 阿诺德是又看下红的立的 光石毒冰锤 这家伙可不是轻易弄出来的吧 按照当时的现场环境来说 你应该是操纵了五种元素 现场打造的这锤子 这老家伙什么都知道 厉害呀 这个确实是 我现场造的锤子 红的立知道瞒不过 点头 此事 红的立表面上装作无动于衷 可是实际上 却是非常的奇怪 按照这几个老家伙的话来说 这他们很明显 应该是对这个系统有所接触 或者说了解 不过按说这不大可能 他们知道系统 但里呀 这时候 院长佛格斯开口了 你的体质 吃什么领腰 都不起效果是吧 还有你之前说的败家 是你的职业 当时我就觉得 你很可能就是我预料中的人 不过那时候 我还没敢确定 等看到你和贝元清的战斗之后 我终于是可以确定了 红的立终于是严肃下来 隐隐的他就有一种感觉 今天他可能会接触到 让人无比震惊的消息 那些消息 就是关于他脑子里面 系统的消息 先不要惊讶我的孩子 佛格斯是笑了笑 笑容很是柔和 之后 站了下来 另外三位长老也站了下来 这四个老头走到红的立面前 竟然是忽然单膝跪倒下来 院长 你们这是 这四个老头做出这个举动 红的立也是惊呆了 这 什么情况 他们这是要做些什么呀 啊 佛格斯是看着红的立眼睛 缓缓的说道 超神学院院长 佛格斯 大长老 沃克 二长老 戴维德 三长老 阿诺德 见过天选之人 等会儿 天选之人 什么玩意儿 这 红的立是愣住了 自己是天选之人 不咋回事儿啊 行过礼 佛格斯四人重新的坐回了座位 佛格斯是终于开始缓缓的说起 在浩瀚的宇宙之中 像我们这样的星界 拥有很多很多 多的 甚至你数都数不清楚 而这 还只是我们一个位面 在我们这个位面之中 还有很多很多的平行位面 而每一个平行位面 又是拥有着无数的星界 这样的宇宙国度 宇宙无穷无尽 在无数宇宙的历史之中 出现过一代 又一代的大能 这些大能 拥有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它们可以让一个宇宙产生 也可以让一个宇宙毁灭 而按照我们获得的一小部分资料记载 像这种位面大能 我们管它叫做 位面掌控者 我了个去 位面掌控者 什么意思 这就是传说中的 创世神 红的立是听的目瞪口呆 听这老院长的意思 自己现在 这是跟创世神挂钩了 这逼个 瞬间突破天际 有没有 先不要惊讶 我的孩子 佛格斯笑了笑 继续说道 这位面掌控者 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处于常年之中 而作为保护宇宙的正常发展 每当他醒来 就会安排很多的特殊技能 分散到宇宙的各个角落 让他们慢慢成长 一步一步的成长 从最低级的小行星 慢慢的往上走 如果在这过程中 不行的夭者 你又只能是怪自己 实力不行 大力 你的实力 还是相当强大的 不过 你不要太妄自菲薄 在你前进的道路上 还充满着无数的荆棘 呀 看样子 这是正系来了 这才是最惊心动魄的 我前面说过了 未面掌控者 他的大部分时间 都属于长眠状态 很可能每睡一次 就是几千上万年 当然 这也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未面掌控者 并不是永恒不朽的 他们更像是 更高维度的大能 全智 全能 而当他们要进入 永恒的长眠之前 都会寻找接班人 未面掌控者的接班人 就是天选之人 而且 很明显 这天选之人 并不是只有你一个 也就是说 你是需要跟无数的 天选之人竞争 薄杀 杀出一条血路 笑到最后 那么你 就可以成为 下一任的 未面掌控者 掌控时间 掌控空间 掌控一切 佛格斯的这些话说完 整个空间 这种顿势 彻底安静下来 红的历史厅的 目瞪口呆呀 我的天哪 这个系统军 是未面掌控者 扔出来的 自己还是天选之人 自己要跟无数的 天选之人竞争 杀出一条血路 最后 成为下一任 未面掌控者 你妈 老子是败家子 老子是败家子 老子不要干那些事 我只想快快乐乐 无忧无虑的活着 跟自己的几个老婆 快快乐乐 结婚 生娃 过日子 这你妈天选之人 关老子什么事啊 不干 我才不干呢 红的历史果断摇头 那么累的活 我为什么要干 未面掌控者 有什么好 每天睡觉 一睡就着好几千年 有个鸟用啊 不能快乐的生活 那跟一条鲜鱼 有什么区别 其实红的历这话 真没说错 你想想 就算他真的 杀出一条血路 站到顶点 成为未面掌控者 然后呢 每天睡觉 一觉几千年 然后全知全灯一醒来 就过着不停被 剧透的日子 剧透哎 以后发生的事情 自己都知道 以前发生的事 也知道 这个宇宙对自己来说 就没有任何的秘密 那有个鸟的意思呀 这就跟看 明侦探科男似的 凶杀案刚出现 就被人把凶手 给划出来了 这你妈直接摔书啊 有没有 这 你一听红的李 虽然说不干 佛格斯死人 愣住了 未面掌控者 全知全能的神 红的李居然不愿意 这货脑子里头 当地砖的是什么东西呀 这样的好事 掉到别人头上 绝对会睡觉都能笑醒 结果 红的李居然不愿意 那个 达里啊 你难道就不在 好好考虑考虑 佛格斯是赶紧说到 那毕竟是 未面掌控者 这个宇宙未面中 最高的统治者 而你很有可能 不干 我就当我的败家党 红的李是不屑的 撇来撇嘴 人活这一辈子 正是因为 充满了无数的未知 身边有亲人 朋友 这才活得有意思 全知全能看起来很美 可是一个光杆斯灵 每天就是睡觉干活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还不如不当的 不敢不敢 坚决不敢 红的李说到这 就把那个光石毒冰水分解 分解回那个纯粹的元素 吹散在风中 之后走出了房间 光一声 关上门 萧散离去 红的李走了之后 这四个老头 第一次翻了难了 在房间里头 面面相聚啊 都是有点反应不过来 毕竟 红的李身为天选者 内革着这个 外面的宇宙 唯一的大能 外面掌控者的安排 结果你说 拥有这么好的先天条件 最后却是压根 就不想成为宇宙中 最顶级的存在 这样的事 实在是叫四个老头子 有点难以接受 当然不光是这一点啊 真正叫他们郁闷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前面已经说过了 天选者 可不是只有这一个人的 而是无数个 上脑筋啊 佛格斯是狠狠地揉着额角 天选者 我们圣龙星界 好不容易出现个天选者 却是一个没什么志气的 大白家子 这实在是叫人 接受不了啊 是啊 大长老师点头说道 其实 要是他只是不想往上头走 咱们也没有必要太担心 可是再有一个星期 就是那边人过来 这边访问的日子 我可是知道 那边可是有个天选者 到时候哄得理 一旦被他发现 一大力现在的状态 这怕是要不是对手啊 是啊 二长老完全是赞同这个大长老的话 接着说道 天选者之间几乎见面就大 而且最重要的 是因为这个 未面掌控者安排的独特的能力 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就会发现 躲都躲不了 以前咱们不知道也就罢了 要是洪子里 真被那边的天选者给杀了 那可真的是大麻烦了 三长老师猛的点头 说道 这天选者 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 我们的能力 几乎都是有迹可寻 无论天赋还是能力 还是有些什么 别的其余 总归是都可以有个来龙去脉 可是这天选者不一样 就比方说 红的里的这个什么二档 这样的技能 天选者 怕是大多数都会有 大力面对他们 完全没什么优势 天选者 是因为竞争最底上的 未面掌控者的位置 所以竞争 尤其激烈 在他们这里 目前还好说 毕竟是自己的地盘 可是每万年一次的天选之战 那才是真正的 大熔炉 杀戮场 每一千个星剑 所有的天选者 将会全部传送到里面 进行私杀 这结果 往往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然后经过十年休长 再继续 向上 杀出一条血路 直到剩下最后一个 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红的里如何在泥天 如果说 不赶紧的提升实力 到时候怕是要悲剧 现在红的里 明显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很惊讶 如果现在 在跟他说这些 确实不太合适 那样 只能是增加他的压力 不如这两天 我们找个办法 把他给支走 佛格斯是摸了摸下巴 最后定水 至少一周之后 那些人来的时候 不能叫他们遇到 至于说 六个月之后的星界论物 那个时候 我向大理 应该是已经明白过来了吧 也只能是这样了 三位长老是对视的眼 同时点头 院长 那接下来说服 红的里的事 就这当事 依靠您了 我尽力吧 佛格斯 点了点头 去找红的里 这边出来院长办公室了 走在超晨学院的 永路上抖 这心情确实是有点 说不清道不明的 自己有系统倒是没什么 这已经习惯了 不过你说这忽然之间 把自己就变成了什么 天选者 听他们这意思 还要跟其他天选者厮杀 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 凭什么呀 咱这可是大外家的系统 败家子 败家子能去那种修罗场 去打人家 这虽然说啊 自己这个系统来的 确实挺神奇的 可是这怎么也跟这个扯不上吧 给咱个大外家系统 然后去拼命 这说不通啊 系统之前也一直没什么提示 咱这系统 不是战斗类的好不好 其实这也难怪 红德力郁闷 这就要跟上战场似的 别人给的都是防弹 衣啊 什么冲锋枪啊 到红德力给的是 吸附和人民币 你这打猫啊 怎么打 你拿人民币当子弹啊 结果 红德力这正郁闷啊 忽然之间 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 这次 居然是跟以前的不一样 系统 宿主 目前已经获得天选者信息 正在分析宿主信息 状态 请稍候 不是 咱咱咱咱 是什么情况 莫非是知道 咱出门要打架 啊 然后要给咱们技能 爆发技能 超级下人 超人体制 绿巨人 魔方 变形钢 当然 很快 红德力就知道 自己他们有点想多了 而且是想的太多了 系统 宿主状态分析完毕 宿主当前状态 力量 100 敏捷100 反应100 健康100 性能力 100 宿主基础属性状态 等级分类 非战斗力人员 与天选者相性不合 系统 即将开始进行升级 请稍候 不是 咱们的 我 不是 我这有点蒙圈啊 老子与天选者 这相性不合 你 你这意思 咱就是个废仔 到里面 只能等死是吧 老子可是有老婆的人 还好几个呢 不太这么玩 人的吧 大哥 红德力 着实吧 是 够郁闷 今儿这信息量够大呀 这 怎么玩 老子之前 刚刚是成为 这圣龙皇族 然后呢 这一转眼之间 又他们变成天选者 再转眼 上战场准备 拼了命去了 这要说跟别人打吧 红德力还是不怕 他现在 好歹也是有不少 保命绝招的 一般人绝对没问题 可是这天选者 就不一样 不出意外 这个位面的天选者 那是一群 带着系统的家伙啊 你能知道 他们系统 是什么系统吗 普通的武刀系统 给弓法修炼的 还好一点 强点的 血脉系统 就比方说 能变超人什么的 很棘手 这要是再来个什么 变身超级赛亚人之类的 还是个四 打个毛啊 这可真不是红德力 长他人之心 灭自己威风 天知道 这位面掌控者 给弄的什么系统 扔出来的 啊 好在很快 系统升级完毕 这一次系统说的话 红德力一听就明白了 怎么回事 顿时就惊了 他先是呆愣愣的 听着系统的声音 这然后就狂起 最后猛的是跳了起来